孤有漫無三次 現今依然有父母 為了子女仍在起口 得到更好的成長環境 而選擇搬簽到心儀的學校所屬的校母 我們是從黑龍江過來的 會意味著孩子上學 然後就兩歲半的時候 上小小班的時候就已經進來 那個時候因為小朋友出生之後 就直接投資一筆過來 如果小朋友即將升讀小學 想報讀官納或資助小學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沒有校母限制 家長可以跨區 自然去到心儀的學校敲門 大舊申請 現在在邀請校長要寫一篇意見 準備哪間店 我想最少都要四間 但好學校可自行分配的學位 是真多足少 有時小朋友或家長 需要經歷一輪輪面試 最後都未必進入心儀的學校 那怎樣可以提高入學率 又只可以隨著教育局 小一入學統籌版法 即是由教育局按家庭居住地 所屬的校網 統一分配小朋友的學額 可以上教育局的網站 有詳細的地區劃分 簡單來說就將全香港的小學 劃分為36個校網 港島有5個 九龍有10個 新界及離島有21個 當中坊間俗稱香港的四大校網 是最為受歡迎 分別是11校網中西區 12校網灣仔區 34校網賀民地區 41校網九龍城區 校網之內 名後臨臨 好的教育資源是相當有限 想入讀名後的家庭相當多 競爭自然激烈 為了增加子女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 很多時都會上演現代版的 萬無三千 子女入學的問題 而遷入所屬的校網 一般而言 如果參加統一派位 外區的家庭是需要到 教育局辦理轉換校網的手續 聲明所填補的新地址 是真實的地址 因為教育局會抽查 家長所提供的資料的真確性 會要求家長提供相關的住址文件 例如家庭、水電煤帳單 或者有離任的租約 教育局也有機會進行加伙 如果被教育局發現 申報的地址是假的 相關的申請就會作廢 甚至派了學位都會被人剝奪 以及根據現行刑事條例 製造虛假文書的行為 屬刑事罪行 一經判罪 破處金監14年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是陸日焯火 我們下期見 拜拜